巫统党选将在6月30号接幕 这也是509大选首次政坛轮替后 巫统迎来的第一场党选 党主席一直迎来多角战 候选人除了有前副首相兼巫统代主席 拿都斯里阿莫扎西 81岁高龄的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 也信誓旦旦要重整巫统 再加上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 竞选党主席的巫卿团团长凯里 暂且不谈其他的候选人 这三人究竟谁比较占优势呢 凯里在这场主席战中 占有稍微多一点点的这个优势 因为第一呢 他的优势在他年轻 他今年只有42岁 而且他在509大选之后呢 他非常技巧地跟巫统做出了切割 包括他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都有提出类似反省跟自责的谈话 比如说我不应该没有把真相告诉纳吉 所以这一番话呢 其实让他累积到不少的这个支持 包括在巫统党内 那么凯里还有另外一张的这个秘密武器呢 就是他的岳父前首相巴拉 所以阿布图拉呢 虽然说他退出政坛之后呢 就相对的这个低调 但是他还有一定的这些支持者 或者是同情阿布图拉的这些人 另方面 时事评论员蓝志峰认为 基于阿莫扎西过去和前首相纳吉的密切关系 导致他背负太多的政治包袱 原本掌握的优势很有可能变成劣势 至于巫统元老孤里 成败的关键都在年龄 东顾拉萨利呢 他的优势呢 就是也是他的历史 就是年龄 他是81岁 但是81岁呢 在党内是有江湖地位 跟这个分量能够跟敦马抗衡的 而且他的形象是相对比较干净 因为他在80年代末 自从87年他竞选这个党主席输之后 他就没有在政府里面担任行政职位 所以他不是政府的执政团队当中 所以他就不需要背负过去巫统执政期间 所犯下的所有的这个错误 目前距离巫统党选投票 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蓝志峰认为 党主席候选人必须有效的将改革巫统的理念 传达给15万名巫统党员 才能收服党员的心 他说新出炉的巫统老大责任重大 只有管理好家务事 才能充分扮演好监督西蒙政府的角色 那么选出来之后呢 第二个巫统领袖要做的就是 如何去处理巫统跟国阵的关系 到底要继续留下来 保持着现有的这个关系呢 还是直接解散国会 直接解散国阵重新组织一个新的阵线 所以这一点呢 是巫统新主席他要去思考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如何有效的监督新政府 监督西蒙政府的这个运作 蓝志峰指出 历经政坛轮替后 目前巫统党选的整个形势大不同 候选人在不能随意调配资源的前提下 只有将改革理念有效的传达出去 才能成为造王者 NTV 76相邻才报道 MTV 76相邻才报道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